除了他騎馬訓練外 他皆可每天花一個多小時的體能訓練 或是做個數小時以上的木馬模擬訓練 其實這些都可以幫助到她加強她的體能 在她的拆棋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她之前曾經在臣上受傷了她的右手 她在受傷期間都很努力去苦練她的左手的能力 令她現在兩隻手的活動能力或者力量都非常活動自如 所以可能在陣上操控馬匹的時候 她的狀態或表現都可以好很多 因為大家知道馬匹做完一些運動 那段期間就不斷訓練自己 改進自己 就是練多點木馬或者做健身跑多點 就是訓練到轉邊或者薑城方面的游度 另外也會看回影帶 發覺自己有什麼不足有什麼改善 走位方面可以怎樣去 可以令到匹馬可以順暢一些 師傅也教了很多東西 還有學校的騎術教練高滑志也教了很多陣上應該怎樣做的東西 從中我覺得我自己進步了 師傅就是現在馬場裏唯一一個女將 我都希望向她多點學習 因為始終馬場上男的比較多 還有資格十五年再出一個女騎 其實真的很難得 所以會向她學習 希望自己可以成功 師傅也挺成功的 因為她可以贏到很多籌碼 還有我們所看到的她並不輸給男生 所以我覺得自己的信心都會大很多 為甚麼 是